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冥想不是神秘主义 而是教你自律 冥想本身可能不会改变你的生活 除非你为了适应冥想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神医局是36克旗下编译团队 关注科技、商业、职场、生活等领域 重点介绍国外的新科技、新观点、新方向 很多人认为冥想很神秘 此一时维持冥想的习惯不需要你成为佛陀 甚至不需要你成为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冥想是一种特权 是让你自己选择去做的事 此一时冥想本身可能不会改变你的生活 除非你为了适应冥想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原文作者根据自身经验 介绍了冥想给他带来的改变 对生活的影响 以及他认为的培养冥想习惯的正确方法 本文一字Medium 原标题为 How to make meditation a daily habit for life 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接下来请考虑下面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想要冥想 这一时经过数月规律的冥想练习 我的动力仍然偶尔会减弱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我知道应该做什么 我需要找回最初想要开始这个练习的原因 拥有一个系统和良好的环境 对培养持续的冥想习惯很关键 然而精神科学家 世界著名的佛教冥想教师 约翰·耶茨博士解释说 如果我们不牢记冥想的目的 就会感到沮丧和无聊 并且很可能放弃冥想 所以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想要冥想 也许是为了减轻压力和焦虑 也许是为了心灵的进化 也许是为了变得更健康 更平静 更友善 更专注 或是你感到一种心灵的召唤 想要揭开生活 死亡和意识的神秘灭纱 不管你冥想的原因是什么 确定你能清楚地认识它 确定你能经常感受到它 耶茨建议每天冥想开始之前 回顾一下这个强烈的目的 并且注意体会它给你的感觉 每天的感受不同是很正常的 刚开始听起来非常肤浅 或自以为是也没关系 重要的是 它能激发一种兴奋和承诺的感觉 但这还不够 最终甚至你每天的目的回顾 也会变成习惯 除非你有其他更强烈 更临散 不同的方式来激发灵感和动力 下面是一些例子 一 偶尔参加冥想进修 二 和其他冥想者交流见解和经验 三 阅读一本有洞察力的冥想书籍 四 观看一部鼓舞人心的心灵导师的纪录片 五 参加附近的集体冥想课程 把冥想练习想象成和伴侣之间的浪漫关系 你不能希望火焰会奇迹般的永远燃烧 你必须努力处理爱 欣赏和培养共同的心虚爱好之间的关系 记住 如果没有一个有利的环境和有效的系统 任意的激励是没有用的 但如果你不知道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系统就不会起作用 系统带给你一致性 一个强烈的为什么带给你确定性和愉悦 它们可以共同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你的行为 向你最喜欢的专家学习 如果非得让我猜一下我放弃又重新开始了多少次 那我很确定绝对超过20次 很多时候放弃的原因很简单 我迷失了方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在思考这能有多难呢 所以我尝试自学一些从某处听到或读到的随机技巧 我试着专注自己的呼吸 我试着观察自己的思想 我试着想象 放松和歌唱 但结束的时候我总是沮丧地问自己 我做错了什么吗 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 直到有一天 一个朋友向我介绍了一本书 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照亮心灵》 作者是约翰耶词 书里介绍了一个实步深入的过程 可以解决具体的障碍 以及为精神觉醒设定明确的里程碑 我一掌握这个步骤 就纳闷 明明学习那些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探索 和完善的教导那么容易 到底为什么我要浪费时间 试图靠自己学习冥想 变得嘴上失望 不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并不是说为了成功学习冥想 你需要购买那本书 我想说的是 像学习其他技能一样 如果按照已经被专家证实过的有效方法 你的进展会大大加快 这也能让你保持住动力 有时冥想也是一门相当抽象的学科 所以明白你在做什么 以及你的目标有助于让你保持兴趣 练习越详细越具体 效果越好 举个例子 因此将呼吸的动作分解成几十个小过程 使这些练习看起来更可行和有吸引力 冥想书籍 课程和老师有很多 选择能与你的心灵对话的那个 让他的智慧引导你实践 不断进步 从脑海到纸面 我有一个朋友 他十分相信 每次冥想后写一本详细的日记的力量 坦诚地讲 每次冥想后再增加15分钟反思和做笔记 对于我来说工作量似乎很大 然而 我喜欢用笔和纸来保持责任感的想法 所以 我开始追踪我的练习 在日记里记录下每天冥想时间的长短和质量 不知道为什么这让他们看起来更加真实 不再只存在于我的脑海里 而且让我有责任感 或者 如果你更喜欢简单 省时的方式 可以只追踪是否做了冥想练习 持续多长时间 以及其他细节 比如冥想的类型或质量 如果某天跳过了练习 那么第二天就不要再跳过了 通常习惯就是这样打破的 如果你喜欢自由反思性的写作 你可以像我的朋友一样 开始写一份冥想日记 在每次冥想之后写下要点 主要的想法障碍或成就 将习惯记录到纸张上一些非常有根据和吸引人的东西 它也让冥想变得更有趣 帮助你了解你的进展到哪里了 结合多种方式 按照照亮心灵中的方法练习了几个月之后 我开始觉得达到了瓶颈 它对我已经不再有效了吗 结果证明我需要的只是换个角度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沉迷于控制注意力 需要做出改变 所以我又回到了那一关冥想 还开始学习瓷心冥想 也叫做仁爱冥想 而且我把这些纳入到日常中之后 整个练习立刻变得相当容易 并且充满乐趣 即使你经常更新自己的动机 也有一个有效的系统 你仍然是一个人 这意味着你的情绪 你的需要 还有你的生活经历都会变化 冥想 至于是你生活变化的一面镜子 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所以观察这些变化 并选择最适合它们的练习 是很重要的 下面是一些受欢迎的冥想方式的例子 以及人们选择这些方式的原因 人爱冥想 实践证明人爱冥想 可以带来爱 快乐 满足 感激 自豪 希望 兴趣 和敬畏 正面冥想 研究证明它能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 缓和冲动情绪 提高满足感 使人变得更加积极 昆达利尼瑜伽 这是冥想的一种积极形式 当你的大脑因为身体活动而焦躁不安时 它能轻易地让你变得踏实专注 昆达利尼瑜伽还被证明能提高记忆力 改善抑郁 改善抑郁以及减轻压力 身体扫描或渐进式放松 让人平静放松 还能缓解慢性疼痛 传统冥想或打坐冥想 缓缓脑波频率 可能触发意识的变化 通常与心灵的进化和内心的平静有关 不要太担心刚开始采用什么方式 在亲身体验之前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哪个才是最适合你的 任何时候都要勇于尝试其他冥想方式 下面是对于前面讨论内容的一种采用方式 开始时选择一种冥想方式 坚持每天练习 当你觉得卡住了 或者需要做出改变 亦或需要解决不同问题和需求的时候 允许自己探索新的技巧和规则 并且把它们结合起来 这样能确保你的练习始终 和你的目标以及生活方式保持一致 记住要知道为什么 然后调整你的练习去实现它 冥想不应该是负担 如果你试过冥想几分钟 就能体会到想要驯服自己狂野不安的大脑 是多么令人沮丧 甚至愤怒 如果你开始把冥想和努力 失望、厌倦、不耐联系起来 就会对日常的练习越来越抗拒 好消息是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简单的对策 你只需要培养快乐 那么怎样培养快乐呢? 其实没有什么诀窍 只要寻找它就能感受到它 举个例子 你正坐在冥想坐垫上 开始练习从当下寻找快乐的感觉 比如房间的安静和毯子的温暖 为了培养积极的冥想心态 我还经常对它给我生活带来的好处 更平静、更有安心、表达感激之情 当我们把习惯和愉悦的感觉联系在一起时 它们就会变得更容易维持 对于冥想 你越享受就越容易坚持下去 记住 冥想是一种特权 是你自己选择去做的事 会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有什么理由不去享受它呢? 维持冥想的习惯不需要你成为佛陀 甚至不需要你成为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你只需要建立正确的机制 选择最佳的工具 它会改变你的生活 可能刚开始看不出来 但如果你坚持住 没什么能比它带来的改变更大 包括心理健康、效率、人际关系、生活目标 以及对这个世界的贡献 试一试吧 放轻松 享受这段旅程 一定会有好结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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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